大家好,我是Stan 前一阵子因为在大学校庆的舞台而引起争议的华萨 透露了因此事哭泣的事情 9月4号,华萨出演了崇西京的YouTube频道 当天,华萨介绍了即将要发布的新曲I love my body 并表示,我选择这首歌的原因有点特别 我之前因一些事情引起了争议不是吗? 对,之前在大学的校庆 华萨因为19禁舞蹈再很往掀起了热议 甚至也有人检举了华萨 华萨表示,在我去马马姆的美国巡回演唱会的第一天 就收到了很多手机短信 我当时想,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所以我带着七楼的心情看了卡卡通 我发现是因为我的舞台表演引起了争议 所以心里就想,啊,是这样啊 但是酸炎的程度真的太严重了 虽然我不是那种会受到酸炎影响的人 但这一次确实是有点严重 纽约厂市首场演出,我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就努力想要冷静下来 我就像往常一样,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的表演了 但是在表演结束,我对成员们说 我们都辛苦了后,我的眼泪就爆流了 真的是今年我哭的最严重的一天 在大哭之后,心情也就慢慢好了起来 不过,尽管华萨因为酸炎大哭 在这个内容登上了热搜后,又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之前有服装争议的时候,我没觉得怎么样 但是那个大学庆典,说实话真的是受到打击了 希望下次能调整一下程度 希望能反省,真的是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华萨又不是没看过酸炎 这样的人说,真的受到错证,大哭了 在这里还想要教训的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酸民不知道自己是在写酸炎 没有人想要知道你们的想法 不需要故意刷存在感,都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 首先,酸民们都去死了 然后,因为小事,就会有一群人跟疯狗一样的冲过来 所以,希望能够注意,真的很心疼你 看完这段内容后,只是觉得 原来华萨都有看自己的酸炎,就感到很心疼 所以,对于华萨的哭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SCM七人组合新人男团来一集 昨天以新曲Ghetto Guitar正式出道了 因为是继NCity之后,时隔7年的新人男团 并且,出道专辑的预售也突破了1032144张等 收到了很高的关注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SCM新人男团来一集的出道曲 Ghetto Guitar,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没有奇怪的发弄RAM,所以听起来很舒服 觉得出道曲选得很好 不像是SM新人的歌曲,又神奇又好听 我反而觉得没有SM的感觉,所以有点遗憾 我很喜欢SMP的感觉 这也像是一般中小经纪公司的平凡歌曲 歌曲真的很好听,本来还有点紧张 真的没想到SM会发表这种歌曲 歌曲觉得很平凡呢? 有点像是在夏一年收录曲能听到的歌一样 不喜欢一位成员,但是歌曲很好听 比起前辈们的出道曲,没有强烈的感觉 很像是好听的收录曲 反而觉得Simon是主打歌的话应该会更好 不像是看到牛津斯刚出道时的新鲜魅力 百分之百会红的 所以,大家觉得来一集的出道曲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合体的尤家亲骨 最近,野铃发表了新曲,BumBumBum 而尤家亲骨所有成员都与野铃进行了Challenge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真的有那种2024年我能拍 野铃铃骨完全体回归的影片 我们一起期待吧 我们下期再见